圣三一主日 我首先读出圣三一主日的竹文 请我们祈祷 全能永生的上帝 已经施恩给主的仆人 使我们信奉真道 认识永恒三维一体上帝的荣耀 又在主的大能威严里 敬拜为一上帝 圣父啊 求主使我们坚守正道 恒心敬拜 至终得见主上帝独一永恒的荣耀 圣父和圣子圣灵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唯一上帝 永无穷尽 阿门 这个主日的福音经课 是记载在圣若翰福音 第三章 一至十七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 名叫尼哥底母 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 拉比 我们知道你时由上帝那里来 作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上帝同在 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上帝的过 尼哥底母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尽无福 生出来吗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或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上帝的过 从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 就是灵 我说你们不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识去 你听见风的响声 可不晓得 从那里来 往那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 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问他说 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还不明白者是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 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 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 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闯若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 营救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升过天 摩西在旷野 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 得永生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刺及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上帝 猜他的燃子 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 叫世人 因他 得救 经货 自此独笔 奉圣父 圣之圣灵的名 阿们 欢迎大家来到圣三一主日 曾经有一个解经家就说 如果有人说 他明白圣三一的意思 千万不要信他 这个是我们一个 不可以完全明白的事实 但同时 也都使我们知道 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 是有多么美好 在英国威尔斯地区 有一条山路 山径 很多人都不怕 远都去到那里 志在体验 上帝创造大自然的伟大 在那里工作的 山林警卫人员指出 那些访客 最常问的问题是 请你告诉我 这条山路 是从哪里开始的 从哪里开始的 我们今天要思想 也是一样 我们从从哪里开始 去行这条 称为三一的上帝生命 三入威 三位一体的生命 讲到三一 在西方的思想观念之中 我们都会很自然想到 是一个三角形 圣父在上面 圣子在另一边 圣灵又在另一边 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对圣三一的见解 教会早期的先性先言 形容这个圣三一 是跟上帝共舞 跳舞的舞 圣三一就是上帝大爱的舞蹈 是一个群体的舞蹈 是满有喜乐的 我们怎样去找一个开始的地方呢 今天福音经课那里 尼哥底母也是问同样的问题 他说我从哪里开始呢 我不明白你对我所说的 耶稣基本上对他说 我知道你不明白 答案就在你面前 上帝爱你 上帝拣选你 所谓上帝拣选你 并不是有些基督徒相信的预定论 predestination 以为我是预定了被上帝所爱 耶稣对尼哥底母 和对我们所说的是 上帝拣选了你和我 要思想的就是 我们怎样去进入到上帝的生命之中 我们怎样进入到上帝的生命之中 而不是我们如何将上帝 拉进到我们的生命之中 我们怎样才可以跟上帝去共舞呢 怎样才可以开始行这条路呢 我们应该是要以耶稣为开始 当你和我受洗的时候 不是只是一个祝识 一个崇拜祝识中的一个祝识 然后搞定了 我们再吃饭了 圣洗礼 是上帝里面生命的一个标记 当上帝向我们吹一口气的时候 就是这个神圣生命的开始 当我们第一次体验和经历到池爱 就是上帝里面的生命的开始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要在这个大恶的生命之中 更上一层流 沉醉在上帝的爱之中 我们不要只是问耶稣会怎么做 而是要问 我们怎样能够深切地进入这个生命之中 刚才我们讲到和上帝共舞 其实是与圣三一共舞 我们是经历三位一体的上帝 我们经历的不是单是耶稣 或者单是圣灵 或者只是圣父上帝 我们经历上帝大爱的全部的彰演 让我给大家一个比喻 你就会明白一点 当你和一个人结婚 你其实也都是和对方的家人 产生一个婚姻的关系 我们可能是 借着圣子耶稣进入这个圣三一的关系 也都可能是透过圣灵 或者是圣父 但不论怎样 我们都是要去经历这个大爱 各位兄弟姐妹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我们怎样才能够仍然 臨欲在主的大爱之中 尤其是在过去一年之中 整个世界都被这个官营的病毒肺炎 搞到兵方马乱 在一切之中 我们倒是认识一个事实 就是经济上的不公平 族裔之间的不公平和和谐 非裔的美国人的黑人所受的遭遇 大家都熟悉 不需要多说 现在的反亚裔事件 差不多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美国的印第安人的被歧视和虐待 也都是经典故事 好了 我们放眼到国外 看看印度 疫情简直是一塌糊涂 没完没了 还有巴西和非洲 和世界其他很多的地方 你和我 还起码可以打疫苗 有些国家根本就 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真是越讲越凄凉 叫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 怎样能够 还可以和上帝共舞呢 讲得这么好听 其实呢 也都是因为这样 我们更加的 要去珍惜 和欣赏圣三一的大爱 以下有一个故事 讲出 如何在一个极端的苦难之中 仍然去寻找 真善美 事为1941年 故事发生在德国的一个集中营那里 在一个集中营那里除了犹太人之外 还有一名法国的作曲家 Olivier Messiaen 他在集中营那里作了一首叫做 末世的元岳四重咒 这个题目是取自启示录 讲到那些天使如何去收杀 收拾这个破碎的世界 来给上帝用大爱来医治 他之所以作这首经典之作 是因为他很讨厌 听到当时那些立粹党的军人 军轻的声音 这首作品很独特 可以说是另类 在演奏这首四重咒 你一定要听其他的乐器 否则你就会迷失 不知道去到哪里 Messiaen创作这首四重咒 与众不同 捷拍时是变的 故此在演奏者在演奏的时候 无需要留意其他一同演奏的乐器 以听四方 这首四重咒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乐章 足以令你心碎 作曲家在乐谱上的指示很特别 很清楚的 他提示那些演出者 要演奏得很温柔 很有爱心 很富有出神的味道 而不只是说大声小声 那就算了 妙就妙在 这首乐曲不可以单独演出 一定要一起演出才行的 你和我都被呼召去走那条圣三一的路径 我们的灵魂充满着喜乐和荣光 是那个揀选我们的上帝呼召我们去走的 但愿我们能够察觉到周围别人的声音和灵魂 更加以爱心去行走那条上帝的路径 阿们 阿们